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经度在列王剧上第八章 十二到二十一节 昨天提到约会台经圣殿 十二节 那时所罗门说 耶和华曾说 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西乃山 上帝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 他就是有密云 有雷轰 有幽暗 那这个密云 就是对上帝荣耀荣光的一个遮蔽 这里要表达的是说 上帝他并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那他现在呢 愿意好像他住在幽暗之中 他现在愿意好像让圣殿成为他的遮蔽 他住在哪 他在诗恩座的上面 诗恩座是他的座位 所以他住在至圣所里面 如果我们仔细去理解 我们就会慢慢知道 这其实是一种上帝的自我降悲 后面我们会更清楚看到 其实上帝 他不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对不对 他无所不在 可是他愿意选定一个位置 在那里向以色列百姓显现 他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说 我小时候跟孩子在玩游戏 那他们用纸箱啊 盖了一个家或者一个城堡 他邀请我进去 哎呀 他们盖的这个纸箱小小的嘛 那我的身形那么大 可是他们盛情的邀请呢 所以我就很小心翼翼的挤到那个纸箱里面去 有点像这种概念 整个世界都是上帝造的 但是他却愿意 好像父亲挤到一个纸箱里面去 住在城堡 他愿意降悲之几住在这个圣殿 所以他说 那时所罗门说 耶和华城说 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就是他其实是彰显于这个世界 但是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 为你永远的住处 你却愿意住在这个殿宇 永远的住处是指什么呢 是相对于在旷野漂流的会幕 那时候以色列的会幕是在旷野漂流 以色列人到哪里 会幕就到哪里 现在有一个永远的地方 不用再漂流了 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 以色列会众就都占领 所罗门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亲口向我赴大卫所应许的 也亲手成就了 所罗门在盖造圣殿的时候 他也费了很大的功夫 有以色列百姓非常多的人 他也跟这个推罗王西兰 有一些合作 跟他们买了木头 对不对 也花了很多的功夫时间去建造 可是所罗门心里面很清楚知道 这件事情能够成就 是上帝的祝福 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 人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他相信这是上帝自己成就他的应许 他说 自从我领我名以色列出埃及以来 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 建造殿羽为我名的居所 也就是说 上帝本来 他是没有这个所谓建殿的想法的 上帝原本是没有这个想法 那是后来为什么 因为大卫他有一个善意 他对上帝有一个敬拜敬畏的心 说他很想为上帝建殿 那上帝就允许大卫的这个美意 但神拣选大卫治理 我名以色列 也就是说 他拣选了大卫 那也允许愿意大卫来建殿 这是后面说的 所罗门说 我父大卫成第一 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 大卫他也很清楚了 上帝不需要有一个人手 所盖造的方式 上帝与大卫同在 上帝祝福大卫的时候 也没有圣殿 不是吗 其实上帝 他就是很愿意 好像就有一个会幕 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让百姓可以来献祭就可以 但是你可以理解 上帝的那个心 就好像 我们的孩子 对不对 他们小心的在学校 做劳作也好 在家里面 画卡片也好 希望在我们的生日 给我们一个惊喜 可是你知道 他们年纪那么小 做出来的卡片 不会太精致 画出来的图 也不会让人惊艳 可你可以理解 那是孩子 他的用心 他在里面 画的一些图 显出了他记得 你曾经对他的好 比如说我的孩子 他就画了一些 我带着他露营 是我跟他共同的回忆 我们每次露营的时候 去散步 都恰恰巧 可以看到青蛙 所以他在这个卡片里面 就画了青蛙 无论如何 我们知道孩子要表达什么 这是孩子给我们的心意 严格来说 这张图 他并不美 可是他的心意 很美 我想上帝也是这个心 他接纳了 接受大卫的这个心意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 你利益为我的名建殿 这意识甚好 上帝很喜悦 大卫爱上帝的心 他说 这意识甚好 我们仔细去思考 大卫对上帝的那个心 大卫那么那么爱上帝 所以他想要请其全力的 来尊荣神 来高举神 他想要建一个荣美的圣殿 要来尊荣 他的上帝 可是这个圣殿 再怎么样装潢 再怎么样的 用金金贴满的制圣索 就所罗门盖的这个 他当然都没有办法 来承载神的荣耀 对不对 可是大卫的那个心 就让上帝很喜悦 只是你不可建殿 上帝接纳了大卫的好意 可是这个时机 却还没有到 他说你不可建殿 为你所生的儿子 必为我名建殿 大卫后来自己 在历代字有提到 是因为他杀人流血太多 所以上帝没有用大卫来建殿 现在耶和华成就了 他所应许的话 使我接续我父 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 又为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这一段话 这番话就是 所罗门在对百姓们交代 这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了 我也在其中 为约会预备一处 这个我也在其中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旧式为约会预备一处 为什么呢 在桑姆尔记下七章二节 其实大卫起先 他为什么要建圣殿 那你说 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 看哪 我住在香不墓的宫中 神的约会返在曼子里 返在曼子里 就说他在会墓 然后在曼子里 我住香不墓的皇宫 然后我看到上帝 住在一个帐篷 所以大卫最起先的用意是 要盖一个圣殿来放约会 在大卫的心中 约会才是圣殿的核心 明白我的意思吗 约会里面有什么 有石板 就是石戒 石戒代表着上帝的 诫命律力 上帝的标准 那么我们都太清楚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到达上帝的标准 所以约会被放在盒子里面 然后上面是什么 石恩座 约会的设计本身 他就已经告诉人类 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 达到上帝的标准 我们是不可能到上帝面前的 而上面有石恩座 我们是通过神的怜悯 到神的面前的 大卫他知道圣殿不是重点 大卫造殿的目的是为了存放约会 约会才是大卫心中他心心念念的 那这个提醒我们上次已经提到 因为以色列百姓 他们就是看到这个外显的这个圣殿 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把这个圣殿 变成一个安全感 所以在大卫的心中 建造圣殿是为了更忠心的守神的约 因为核心是约柜 更敬畏的来敬拜他 率领以色列百姓来效法各样的诫命律力 求神帮助我们 因为二重林良堂 在这段时间也在祷告思考建堂的事情 在我们开始思想建堂的时候 有这些经文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提醒 也让我们明白知道 我们建造会堂 不是要彰显我们个别 我们自己的荣耀 是为了要尊荣神 那个核心还是上帝自己 还是神的话 是为了尊荣神的道 是为了更多的来敬拜他 这里说 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 重点就是那个约 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所以建殿的核心是约柜 是神的同在 神的怜悯 是恩座 还有约 神的话语 当然我们知道 以色列百姓 后来他们搞错了 不过 我想借着这些经文 持续的提醒我们 我们回过头来看 其实刚刚在讲解的时候 已经有提到一些的应用 不过我会多花点时间 在十八节 这里说 耶和华却对我赴大卫说 你利益为我的名建殿 这意思甚好 其实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 我的心是很感恩的 也是很激动的 我们人能够献给上帝的 你看所罗门 他已经进了他 其实所罗门的这些金银财宝 还是从大卫那时候来 一个国家请全国之力 去盖造的一个 很富力堂皇的一个圣殿 其实对上帝来讲 这也不算什么 对不对 何况我们个人 我们自己能够给上帝的 其实真的很为不足道 但奇妙的是 我们的这个心愿 因为爱上帝 而立下的这个心愿 上帝非常非常的喜悦 你明白吗 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 我们的孩子那么小 不懂事 可是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他所做的 他所给的礼物 或者他立下的心愿 其实都让我们的心很得安慰 纵使他给的东西 说实在话 我们真的在实用上面 或者在精致上面 我们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 我在默想这一节的时候 我就想起 我初出献身了 当传道人 我还在受装备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个营会 那个营会就是在 带领人查考神的话 带领人看圣经 在那个聚会当中 负责的同工 负责的墓长 带领我们唱一首古典诗歌 那首诗歌 歌名叫做 复兴你工作主 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唱了 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这首诗歌 它有几节 其中唱到第四段的时候 第四节的时候 歌词上面说 复兴你工作主 祝福你的话语 但愿你的所有真理 到处被人高举 不知道为什么 唱到那里的时候 我的心好像就被抓住 复兴你工作主 祝福你的话语 但愿你的所有真理 到处被人高举 它成为我一个很深的祷告 我在那一刻泪流满面 我跟上帝说 主你使用我 你使用我 让我能够起来 传讲你的真理 但愿你的所有真理 到处被人高举 其实我后来回想了 是21年前 我所做的祷告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 有一天 我会在网络上 每一天在讲解圣经 是我在思考的时候 我就回想起 我在21年前 我才2526岁 那么年轻 现身做传道 在受装备的时候的 一个心愿 一个因为爱上帝 而立下的心智 其实我忘记 但从那一刻起 上帝不停的在装备我 不管我到哪里侍奉 都被邀请 要去带承导 就是一节一节的讲解 一卷一卷的讲解 上帝就是不断的预备我 一直到今天 我慕会了 我在这里讲解 活泼的生命 我心里面充满敬畏 就像我当初 我所唱的诗歌 我所祷告的 但愿你的所有真理 到处被人高举 各位弟兄姐妹 我相信 我们都被上帝的爱 来摸着过 可能你忘记 你在你被上帝的爱充满 受激动的时候 你对上帝所做的祷告 可是上帝从来没有忘记 上帝喜悦 你利益为我的名建殿 这一世生好 我们在当下 我们因为爱神所摆上的 所愿意献给上帝的 上帝的心都喜悦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到你的面前 主原来我们 因为爱你 所献上的一个心愿 能够被你来成就 被你垂停 谢谢主 我知道 许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爱你 他们也立下各样的心志 为了要向你献上感恩 献上赞美 献上敬拜 愿主你大大的成全 谢谢主 你继续借着 今天的经文 来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 你喜悦我们的献上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利